死刑犯临行前最特殊的十个要求 以五名观看电影 在美国一名名叫罗尼加德纳的犯人 因为抢劫过失杀人 被判处的死刑 但是这名犯人在死刑前提出的要求却比较特殊 他要求监狱要为他提供完美的最后一餐 不但要求有牛排龙虾这样的食物 还要求监狱要为他播放《指环王》三部曲 并且要在他看完电影之后才能进行死刑执行 面对这样的特殊要求 美国监狱也满足了他的需求 甚至在他这些要求满足之后 还为他提供了一本书籍 而加德纳也在读完书之后才被执行了死刑 第四名再犯一次罪 这是在一名37岁犯人身上的故事 也正是因为叶子将他的生命带到了尽头 被法律审判判决为死刑 在执行前 他向监狱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 就是能不能再给他试一次叶子 这样不合理也不合规的要求 玉警直接一口否决